嘿大家好 那我們進行我們的示範79 示範79預計就是畫一個指南針的icon 也許你開發一個APP 然後跟這個方向有關係的 你可以使用這個當作你的那個APP的圖示 那怎麼利用Photoshop把它製作出來呢 首先Ctrl N開一個10公分10公分300dpi的一個檔案 接著呢從調整圖層我們的圖層下方 有一個圖示就是調整圖層 那我們使用純色 純色這個部分呢我使用的數值是232 16399 一個接近鵝黃色的一個顏色 那接著我希望我的底圖不要那麼單調 就只有單色 我希望它有一些機理 那這個機理呢我總共把它製作出來 在空白的地方點選兩下 叫出我們的圖層樣式 那這個圖層樣式之中呢 就有一個是圖樣覆蓋 顧名思義是用一些Pattern 然後把它覆蓋上去 那這個Pattern呢內建的效果 有一些內建的效果 當然你也可以使用外掛 你如果要掛在網路上下載 或是你自己製作的那個Pattern的話 右方有一個小圖示把它點選下去 這邊有一個載入圖樣 然後找到你存放那個檔案的位置 把它點選載入 你就發現下方多了很多 是你自己繪製或是從網路上下載的這個圖樣 那外國有一些Photoshop相關的論壇 它會有提供一些設計師自己設計的 然後功能免費下載的圖樣 這裡我點選這一個 那混合模式的部分呢 我把它點選色彩增值 可以讓白色完全消失 黑色完全存在 不透明度把它降低成20% 紋路縮放的話呢 我把它製作成295% 所以放大一點點 那現在要確定 這是我覺得好看的一個底紋的情況 那接著呢 開一個空白圖層 並且按下U 啟動我的圓角工具 那圓角工具上方的這個圓角半徑呢 我把它設定成110個pixel 畫出一個我指南針的 底的一個方塊 畫好之後呢 按右鍵 點正畫 點正畫之後你可以保持圖層透明度 然後選擇自己喜歡的顏色 那我設定一個藍色 我使用的數值是96 168 211 確定 把它填射上去 填射上去之後 你可以先利用Shift鍵 Ctrl鍵跟背景圖層加選 按下V 啟動 移動工具之後 利用上方的參數鈕 把它對齊 但對齊之後呢 讓它稍稍的是高於物理的中心 才不會視覺上有這種下墜的感覺 稍稍縮小一點 稍稍縮小一點好了 OK 接著是這個方塊呢 我希望它上面比較亮 下面比較暗 那方式很多 我想到的是 漸層覆蓋 所以我把它 在空白的地方點選兩下 交出我的圖層樣式 點選這個漸層覆蓋 漸層覆蓋的部分呢 左邊維持是黑色 右邊維持是白色 只是整體的不透明度 我把它稍微下降成30% 同時混合模式呢 把它改變成色彩增值 白色會消失 黑色會留下 那這個 改成這個覆蓋好了 覆蓋的話會讓 亮部跟暗部跟加大對比 那就造成這個 就會有一個比較強的這個立體感 那光線我希望從左上方來 所以我把整個角度呢 光線來的角度 我把它設定成135 OK 確定 接著呢 是我希望有更強的一個立體感 如果光線照射下來 這個東西是有厚度的 那會產生一種什麼狀況 光線從這邊來 應該這一個面呢 會比較亮一點點 然後 這一個面呢 會比較暗一點點 所以我要把它的厚度 製作出來 我想到的方式呢 是利用圖成樣式中的筆畫 那顏色我先給它一個深色 我先做不受光的位置 我使用的數值是35 105 133 確定 那位置的話 我把它選擇成是內部的 好 確定 OK 那左上方應該是不會出現這個暗色 左上方應該是出現亮色 亮色 亮色等一下我們再處理 我們先處理什麼 把這個暗色刪除掉 OK 針對圖成樣式的地方 我們按右鍵 會有一個建立圖成 它會把我們所有的圖成的樣式 分別在個別的一個圖成 把它點選下去 你會發現 這是筆畫的部分 這是漸層覆蓋的部分 那針對筆畫呢 我們給它一個圖成遮色片 圖成遮色片 黑色的部分 會被覆蓋掉 白色會被顯現出來 所以現在選擇筆刷工具 選擇一個揉邊的噴槍筆 再使用黑色 稍稍把它刷淡 左上方應該是受光比較強的部分 所以不會出現這種暗部暗色 那左上方應該受光會變得比較亮 應該要提亮 所以再回到這個圓角矩形 空白的地方點選兩下 再開一個筆畫的一個圖成樣式 這次我要把它製作的是亮部 亮部我稍稍讓它小一點 10個pixel 一樣是內部 那顏色的話自然要選擇一個亮色 我使用的數值是205 214 214 確定 確定 那再按右鍵 把它按建立塗層 建立塗層之後把它移到最上方 相同的給它一個塗層折射邊 只是這一次蓋掉的是下方 下方不受光 應該不會被提亮出來 好 那我們的這個方塊就有了一個厚度了 再稍稍把那個暗色擦除掉部分 那記得你要擦除跟顯露的時候 一定是要讓這個塗層折射片周遭亮白光 如果亮白光是塗層本身 你會把顏色畫到那個塗層本身上面去 好 接著是那個指南針的主體嘛 那開一個空白塗層 首先我們需要找到那個方塊的中心點 所以我現在這個圓角矩形 針對這個圓角矩形 按一個Ctrl T 變形工具 好 透過這個Ctrl T 產生的中心 拉出我的參考線 那如果我沒有 你沒有地方 沒有這個尺規可以拉參考線的話 你可以按Ctrl R 它會呼叫出我們的尺規 再按一次的話它會隱藏我們的尺規 尺規 參考線必須從這個尺規 才有辦法拉出 有了這個圓形之後呢 我們使用圓形的選取工具 在圓形的部分對準 並且按著shimer加alt 它會以此為圓形 拉出一個圓形 那這個圓形呢 我先把它填上一個隨性的顏色 填上之後呢 Ctrl J 複製一份 然後Ctrl M 再隨性的把它改變成任何其他的顏色 然後再Ctrl T 然後把它縮小 這個是我要拿來減去的 好 就是按著Ctrl鍵 點擊縮圖小方框的位置 產生一個選取區 之後可以把這個圖形刪除掉 好 然後再按下Delete鍵 Ctrl D 取消選取 OK 那我們就有一個中心的圓球 那接著是它有指的方向 指的一個方向 好 指的方向呢 一樣開一個空白圖層 我按一下P 然後啟動這個被知曲線工具 好 到路徑浮動面板 就是按著Ctrl鍵 點擊縮圖小方框的位置 會產生一個選取區 好 那一樣把這個顏色 我們就用填色罐工具 填選上去 接著Ctrl J 複製一份 然後利用編集變形 有一個水平翻轉 把它翻轉過來 之後呢 兩個塗層 我們就可以把它 修律鍵加選 Ctrl E 合併了 好 感覺它可以再稍稍大一點點 OK 那必須四個角都有嘛 所以Ctrl J 複製一份之後 Ctrl T 那這時候 變形的圓心 扭動的旋轉的圓心 我們把它定在這個位置 好 再去旋轉它 Ctrl J 相同的方式 圓心 定好 Ctrl T 好 先按Ctrl J 再按Ctrl T OK 那這四個圖層 修律鍵加選 Ctrl E 合併之後 再Ctrl J 複製一份 再Ctrl T 那這個 這個就把它稍稍縮小一點點 好 中間 有部分 我們可以用套手工具 L 把它圈旋起來 圈旋起來之後 按下Delete鍵 Ctrl D 取消選取 好 那這幾個 圖層 我們就把它加選起來 Ctrl E 合併了 那當然如果你希望你的圓厚度再厚一點的話 你可以Ctrl J Ctrl T 把它縮小 好 那再一起合併 它的厚度呢 就會變得比較厚 比較可愛一點 好 合併 那這圖形呢覺得稍稍有點大 所以我再Ctrl T 稍微把它縮小一點點 縮小之後呢 保持圖成透明度 然後填上我想要的顏色 或使用的數值呢 是227 237 249 好 確定 按下筆刷工具 把它塗上我要的顏色 那參考線暫時不需要的話 你可以按下Ctrl H 把它隱藏了 隱藏之後呢 我希望它上方的顏色不要那麼單調 左上方要亮一點 右下方稍微暗一點點 同時它要有一個陰影 蓋上去這個方塊 它必須有一點點陰影 那我想到的是圖成樣式嘛 所以在圖成空白的地方點選兩次 兩項 要使用這個漸層覆蓋 漸層覆蓋的這個混合模式呢 我使用色彩增值 然後它的不透明度 降到60% 角度呢 从左上方照射下来 好,使用的角度是意识器 那觉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暗了 我再教出我的渐层覆盖 一个方式你可以调整这个不透明度混合方式 好,那一个更直观的就是你来调整它的颜色 那我把颜色都稍微提亮一点 我使用的数值呢是215 215,215,好,确定 那另外一边呢,我使用更亮的是251 251,251,251 好,三个数值等亮的话 这会是一个灰色 那数值越大 这个灰色可能是越亮的灰色 按下确定 可以稍微比较一下 好,那接着呢是它 它下方必须要有一个阴影嘛 所以我再把它点选阴影 阴影的部分呢 图正我们的方式维持是白色会消失 然后会增暗的这个色彩增值 颜色的话维持是黑色 不透明度的部分 我们把它稍微下降一点 下降成345 然后光线从左上方照射下120度 好,间距跟尺寸的话你可以调整到一个自己喜好的一个尺寸 按下确定 好,那如果还希望它的阴影再更重的话 你可以左手按着Ctrl键 点击缩图小方框 产生一个选举区之后下方开一个空白涂层 把它填上黑色 填上黑色之后呢,利用滤镜模糊 里面有一个动态模糊 你可以产生一个比较有动感的一个阴影 那我使用的角度是45度 间距的话,强度的话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强度是140个pixel 好,确定 那图层的透明度呢 降低成20% OK,那就多了一个比较有动感的一个淡淡的阴影 好,接着是我的这个 罗盘的键号呢,我希望它是有一些立体感的 好,那怎么制作出这个立体感呢 好,我现在要把我加暗的部分 暗面的部分 我先把它确立出来 好,那先CtrlH叫出我的参考线 那一样按下M 启动圆形的选举工具 对准圆形按着Shift加alt 它会产生一个圆形 好,随性填上一个颜色 好,我使用0,99,2,215 好,一个蓝色 作为我的范围 OK,一直按到我的数位板的按钮 好,再来是每一个指针都要有一个阴影面 好,那我是使用被之曲线工具 等一下要加暗的部分 我就用被之曲线把它界定出来 好,我应该来了 好,它叫 Comics それでは,你想让我知道 有多少钱 我leri là 怎么得做 Ó捷 OK, 最後一個 好, 那來到路徑浮動視窗 左手按著Ctrl鍵點擊速度小方框的位置 產生一個選舉區 在選舉區的狀況下呢 我們就把同一個顏色填選上去 填選上去非螺盤的部分顏色要被刪除掉嘛 所以左手按著Ctrl鍵點擊螺盤縮圖小方框的位置 然後Ctrl-Shift加I反轉選舉區 再按下Delete鍵刪除鍵 Ctrl-D取下選舉Ctrl-H隱藏參考線 那這個地方是我們要把它做成陰影的位置 我先在空白的地方 點選兩下教出我的圖片樣式 利用一個漸層覆蓋 把它覆蓋上陰影的 點錯了,點到顏色覆蓋 應該是漸層覆蓋 把它填上一個陰影的顏色 那色調的左半邊呢 我把它稍微亮一點 我使用的數值是216 216 216 那另外一邊呢 再更亮一點 我使用的數值呢 是251 251 251 好,確定 確定 確定 混合方式呢 再稍稍把它提亮一點 所以我使用的是那個 綠光的這個 綠色的這個圖稱混合模式 我這個 是不是下反呢 好,先把它選擇成提亮的這個 綠色 那目前光線來的方向 好像有點 稍稍反過來 所以我把圖稱的 這個圖稱樣式的 不透明度 稍微降低一點 讓它陰影是 出現在 右方跟下方 那角度一樣 設成147 那接著是 有一個筆畫 希望 轉折點的部分 它是金屬的話 應該會容易受光 所以利用筆畫 我們來製作出一個 受光的情況 使用的尺寸呢 是兩個pixel 然後選擇是 向內部的 最重要的可能是 這個顏色的設定 讓它接近白色 但不是純白 我使用的數值是 238 239 239 確定 確定 OK 那再來是 那個指南針 針的部分 所以要再開一個 空白圖層 Ctrl H 叫出我的 參考線 在這個參考線 玩一下 shift加n 切換成矩形的 選舉工具 先產生成一個 正方形 好 這個正方形呢 我把它填上 純白色 填上純白色之後 Ctrl T 把它 壓扁 就是按著 Alt鍵呢 它會 對稱的 縮方 OK 旋轉 確認這一次的變形 Ctrl H 暫時 就可以再把我的 那個 參考線呢 把它 隱藏了 那這時候 這個 針本身呢 一樣要給它一些 立體感嘛 那一樣是使用這個圖層 樣式 來製作 首先給它一個 內光暈 一個黑色的內光暈 那就會產生一個 厚度 好 混合模式呢 維持是正常的狀況 不透明度 先讓它是 比較高的 比較清楚 可以看得清楚 等一下我們再來把它 調單 尺寸的話把它 稍大一點 然後就發現出現厚度 只是目前的話 可能太強烈 我們稍微把它 降低一點點 稍稍 有那麼一點點 厚度就可以了 好 接著是給它一個 漸層覆蓋嘛 那漸層覆蓋的話 都把它 稍稍提亮一點點 左邊我使用的數值呢 是 216 216 216 好 確定 右邊 再更亮一點點 我使用的數值呢 是 249 249 29 好 確定之後 調整一下 然後光照射來的一個 角度 好 那首先 塗層紅紅模式把它 選擇成 色彩真值 好 不透明度 是80% 角度的話 我希望它是 左上方照射下來 所以把它設定成120度 好 確定 最後是陰影 整個那個 針呢 被光照射到 它下方應該會有一個 陰影嘛 那這個陰影可能 距離它比較遠一點點 看起來 它是 會距離下面的那個 藍色方塊是 有一段距離的 好 所以 這邊間距離跟尺寸呢 我稍微把它修改一下 好 你可能需要嘗試一下 你做圖 那個尺寸 的那個尺寸 不太一樣 開的那個圖子 不太一樣的話 這些數值就沒有辦法 從我這個範例中 櫻桃上去 你可能需要嘗試一下 好 稍微淡一點點 這樣比較自然 好 確定 好 接著是 這個針的話 一樣是希望它 有一個折面 所以 這邊讓它 有一個 暗面 下方有一個暗面 另外是 上方的話 指南針可能會有一頭的 顏色是不一樣的 我們要把它製作出來 首先製作那個 顏色不一樣的那一頭 就 追負之一份之後呢 把所有的 塗成樣式 把它拋棄掉 那這個 它是上方要作為 另外一個顏色的 所以我就先把下方 不需要換顏色的地方 把它刪除 把刪除之後呢 保持圖升透明度 然後點選我要的顏色 我使用的數值是 244 167 105 我確定 好 用筆刷工具呢 我把它刷上去 在保持圖層透明度的狀況之下 那下方要有一個 陰影嘛 所以再開一個空白圖 不用被知取先工具 產生選取區之後呢 填上一個黑色 超出範圍的部分 先左手按著Ctrl鍵 點擊指針 塑圖下方光的位置 Ctrl Shift加I 反轉Delete 刪除 那這個黑色圖層呢 我們把它選擇成 色彩增值之後 整體的圖層不透明度 我們把它降低 降得非常的低 降成5person 確定 好 那就有了一個陰影 接著是 它中間有一個 錨釘喔 把這個指針 釘在這個版面之上 所以又要再開一個空白圖層 Ctrl H 叫出我的參考線 Shift加N 切換成圓形的選取工具 按著Shift加Alt呢 它會 四面八方 對稱 輻射對稱 產生一個圓形 這個圓形 我們就先給它一個白色 白色點選之後呢 它必須要有厚度 必須要有陰影 所以打開它的圖層樣式 首先給它一個內光暈 內光暈的部分呢 把它選擇成是黑色的 混合方式呢 維持是正常 不透明度 稍微下降一點 讓它10% 淡淡的 一點點就可以了 那尺寸的話 維持是五個 五個Pixel 接著是漸層的覆蓋 把它點選漸層的覆蓋 那一樣是讓它比較亮的顏色 左方的數值呢 我是使用了215 215 215 確定 那右方的數值呢 我使用的是 252 252 252 確定 合合方式是正常 不透明度是100% 角度的話90 可以沒有問題 縮放不用改變 接著是陰影嘛 它被光線照射 應該會產生一個陰影 維持黑色 色彩真實 不透明度呢 稍微下降一點點 30% 角度120 OK 確定 幾乎快要完成了 我們再把一些重要的影子把它交代出來 首先是這個指南針 它要產生一個影子 開個空白塗層 橘形的選舉工具 點上黑色之後呢 先把整體的圖成不透明度降低成50% 先把非陰影的部分呢 我們就把它刪除掉 利用直線的套索工具 刪除掉 刪除掉之後呢 好像沒有刪得很準 稍稍調整 保持透明度的狀況下 利用漸層工具 前景色是黑色 背景色是白色的狀況下 拉一個漸層 再把這個圖層的混合方式呢 選擇成 黑色會流向 白色會消失 中間灰呢 會依止 鍵按的圖層混合方式 也就是色彩增值 接著是把這個圖層的不透明度呢 再稍微下降一點 降到15% 超出這個方框範圍的 我們就要把它刪除掉嘛 所以利用方框 產生一個選舉區 Ctrl-Shift-I 反轉 再按一下Delete 刪除鍵 好 產生了一個陰影 那本整體的這個方框呢 也要產生一個陰影 好 先按著Ctrl-鍵 產生圓形方框 在它下方產生一個選舉區 填上黑色 好 利用高斯模糊 要變成低層的影子 預計做兩層 好 確定 接著另外一層呢 是利用跟剛才 指針一樣的方式 把它製作出這個影子 尺度三道明度 拉一個鍵層 好 這次是用 原型 放射狀的那個鍵層 回到線性鍵層好了 覺得效果不太好 OK 把它射材真實 然後塗層的透明度 我們把它下降 再下降好了 OK OK 那如果你對整體的色調 不是那麼滿意的話 你可以在最上方開一個 摄像飽和度的調整圖層 然後把手動調整成你喜歡的顏色 好 然後把手動調整的 然後把手動調整 按照妳的音量 幫我按照 這個按照 可以按照 什麼 可以按照 嗯